四大公投案决战年底登场 蔡政府执政民怨冲天 国民党打算背水一战 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发起10月30号起 49天夜宿开道一路到12月18号 拼四大公投最后一礼路 大声的告诉蔡英文 你背叛了公投 你背叛了食安 开放了莱猪 你也背叛了对于守护藻礁的承诺 让这个嚣张蛮横的执政者 知道人民的愤怒 根据民调四大公投 赞成比例比起半年前还要重更高 反莱猪公投64%飙到68% 护藻礁也冲到47% 公投榜大选狂省6.6个百分点 重启核四也达到46.7% 同一票都闯新高 年底公投落过关 到底谁该负责下台 就这样蔡英文都要负责 莱猪是蔡英文的意思 最好民主党现在就干脆还没有公投 就自己撤回那些案子了 莱猪就不要进口了 藻礁就停止去开发了 我觉得这样的话还给自己留点颜面 否则公投的结果 会让民进党真的是踢到铁板 不止蓝军拼公投民间团体今年秋斗 11月13号开始更要从屏东行脚一路北上 12月12号抵达开道一个月下乡 但蔡总统公开呼吁对莱猪等四大公投 要投下反对票台湾才能更有力 蓝军痛骂这莱猪你怎么还有脸要民众吞下去 75个国家开放萊猪进口 有160个国家是禁止萊猪进口 而欧盟为什么就不要吃你的萊猪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然后为什么不要吃你的萊猪 所以苏贞昌不要去讲大话 1218就是对你的不信任的检定 在党炮轰 苏贞昌早晚会成为蔡英文的党建牌 若逝去就该自己下台 年底四大公投 白希望让政府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名义 记者张哲民旭光豪台北报道